字幕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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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再录一下 FaceLag 如果加上这个控制器的话 它的向角 中间会掉下来 我们在算FaceLig的时候 会去算它的FiveM 在FaceLag 会不会用到FiveM 但它向角是往下掉的 低频跟高频大概看起来 是比较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但是注意喔 低频和高频都是往下压 所谓的没有太多影响 它应该是副角度 只是不多而已 但是它是从头到尾都是副角度 会往下拉 只是高低频 之后影响不大 中间会最大 会在FiveM 对OmegaM的地方会拉的最多掉下来 但是顾名思义的 我们在设计FaceMargin的时候 一般都像拉高FaceMargin 你这个加一个FaceLag的东西进来 其实很麻烦 因为FaceLag会吃掉一些向角 吃掉向角 其实是会压低你的FaceMargin 所以变成说如果我们用FaceLag 来设计 你也是用FaceLig的概念 用在FiveM的地方 FaceLig用FiveM是因为FaceLig的线路 它是整个都是正角 然后在OmegaM的这个位置 它供性到FiveM是最大的角度 所以我们需要有那个地方 去当做FaceMargin可以增加最多的地方 但对FaceLag来讲 因为它一路往下压 一路往下压 如果你设计在这里 实际上是不make sense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你应该是设计在这两端 因为这两端对向角影响是最小 要不就是很低频 要不就很高频 但是如果你设计在很低频 因为碰到一个状况 你看它的magnitude magnitude是不是在低频的地方 大概是没有什么影响 高频就会掉 大概会saturation 它跟PI控制器不一样 PI控制器这边是一路往下掉 但它这个不会 它会saturate在某个地方 那转折的地方 这个都一样 那如果你设计在这个 那个FaceMargin在这边 因为这个几乎不动 几乎不动的话 比如说原来的系统 跟这个系统 它的那个OmegaG 会变得 OmegaG如果也不动 那你FaceMargin根本就没有影响 你要改变FaceMargin 一定要去动OmegaG 所以动OmegaG 在这里似乎没有什么影响 动OmegaG 你把这个压下来 OmegaG就变了 所以最有可能 一定是会发生在高频的部分 所以从这里来分析 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这个 你要去make sense 那再来当然透过设计题 来帮我们 去了解这些概念 所以我们先假设一个 两阶的一个设计题 这上次都说过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Castback Steady-State Error Maximal Overshoot 这个上次有说过 那我们把这个概念 把它弄一下 FaceLike它主要 Concent的设计是这样 刚开始这个两阶系统 是这样两个Po 两个Po 所以当我动的时候 就这样走 所以那个轨迹会走到这里 因为这是-25 所以中间这一点是-12.5 我一旦加上一个FaceLike以后 它是一个插一个圈 一插一圈 因为圈在这边 插在那边 所以渐进线 跟十轴在交集 因为它多一个Po 一个Zero 所以那个分母N-M 那个不会影响 本来是2-0 现在变成3-1 所以这个不会影响 但是那个分母 不然是所有Po的总数 减掉Zero的总数 Zero的那个核 那你摆在这边 是不是等于 你多加了一些纸进来 所以从-12.5 会往那边移 以这个范例来看的话 它就移到11.25 就会往这边移 那各位都会知道说 如果你这条线 在建立线 越往那边移的话 越往G.M.R.走越往 越往这个状况 这个状况就改变了 因为我们设计上 是希望说 你加上这一组的时候 可以用旧的东西 来去选它的参数 就是Original的Ru-Locus 不要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如果你把 Po和Zero这一对 选的比较偏这边 偏我这边 那个渐进线 就会往那边走 那个格式就变掉了 这个概念可以吧 那以这个范例 以这个范例 他选T是100 A是0.125 因为0.125 从这边过来的 那T T在这里选100 当然有点瞎懵的 我们到 透过Ru-Locus 来说100有道理 以100来说 这是不是0.01 我们希望这一组 插根圈 这一对 是接近圆点 管理来了 要接近圆点 对不对 希望各位千万不要 一个概念 你听到圆点 以后就认为 只要设计 FaceLag 那个Controller 那个Po 跟Zero 就要接近圆点 错 是因为这一体 它是个Type 1的系统 它有一个Po在圆点 我加这个Po跟Zero 我的目的是希望 不要影响我太大的轨迹的变化 是因为我本来就有一个Po在圆点 所以我 因为这一组 这个FaceLag 一定是Po在这边 Zero在这边 所以我如果把这一组 移到比较接近圆点 事实上不是接近圆点 是接近这个Po 这边刚好这个Po在圆点 所以你看到这个字眼 你会接近 以后只要我设计FaceLag 就一定要把那个Po 接近圆点 这句话是错的 所以我怕各位只听一半 这里会接近圆点 是因为我现在设计 这个题目里面 是一个Type1的系统 如果你是Type0 这个就不对了 但是因为Type1 Type2 Type3很多 在大部分情况 你还是接近圆点 所以可能你去看到别的范例 你看到东西 可能你没有听到我这句话 但是你会看到说 人家好像都是接近圆点 是因为Original 就有一个Po在圆点 那你让这两个很接近 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以这个来说 如果你把这两个很接近 接近圆点的话 圆点这个Po 本来就要往这边走 所以他一走出来 就发现会跟这个Po 这个Po跟这个Po 两个就会强蹦在一起 强蹦在一起 他们很快这边就会裂开来 这裂开来 又进到这里来 但是因为这两个很接近这里 所以这个小圈圈 只是一个小连椅而已 你只要K有变化 他就跑到这边来了 所以这个 这个虽然小圈有变化 但是因为你选择K 不会落在这个圈圈里面 所以没有影响 比较大的影响在于说 你这个渐进线 这个石头改掉了 跑到这边去 所以这里设计理念 就告诉你说 这个圈叉 圈叉一定不能靠往我这边 Zero如果越往这边走 这个东西就越往那边走 这个比较大的变化 另外这两个老胸 Po跟Zero 要接近一点 那所谓的接近 我们上次也有提过 这是相对的 所谓的接近相对 因为另外一个Po在这边 那渐进的终点会在这边 所以我们这里如果 以这个范例 它选的是A是0.125 T选100 C选100是0.01 所以这是0.08 0.08跟11.25来讲 这大概在100倍以上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比较远 我自己所谓的远跟近 这两个要比较接近 我再说一遍 我们让这两个很接近 我们的基本观念是希望 不要去影响Lu-Locus太多 这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 假设这个是在-100 那你这边设定成0.8 这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距离 这个是非常非常遥远的 清楚吧 所以所谓的两个很接近 并不是指Po跟Zero 两个很接近 所以在Overall來讲 整个看这两个是 几乎是黏在一起的 这个是第二个设计要注意的事情 其他都是细节 你要注意一下 我为什么要用FaceLag FaceLag明明就把橡胶往下拉 没有好处啊 所以我们就设计在低频跟高频 然后刚刚也分析过 低频在magnitude没有影响 所以不会影响Omg 对你也没有用 所以你一定设计在高频的 不能让它去影响 所以FaceLag 要发生向脚补量 一定会发生在高频的地方 高频的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就希望说 这两个比较接近 才不会影响整个Rublocus 那这两个所谓的 很接近的物理意义 是指不要影响本正的架构 而不是说相对的位置 一定要把这两个连滴滴的 黏在一起 不是 这个Case的话是差八倍 那也就是 如果你这边选0.01 这边选0.1 可不可以 没有人说不行 每个Case都是Case by Case 如果今天这里 这个是2.5 这是1.15 而你这个0.08搞不好就不行了 清楚吧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设计的 那个精髓抓到 其他的东西 你就辛苦一点 刚开始做的时候 把一点Try and Error 那设计久了以后 你大概就有概念 就不需要花这么多过目 去把Try and Error 好 所以看起来 按照这个观点来看 我是不是 把这个Pole跟Zero 这个Pole在原点 这一组如果越接近它 不是这个小圈圈就越小吗 那越往 那个Pole越往这边走 是不是T就越大 因为这个Pole的位置 是在-T分之一 所以Pole要越往这边走 T就越大 所以你说 那我应该把T变大一点 所以你看T越大 会怎么样 T就是RC 我们前面这个翻例就是T T如果要大 是不是R大或是C大 这个对我们设计来讲都不好 所以一般来讲 这个也不能够太大 所以T你也没有办法 选择太大就对了 A如果把它拉低会怎么样 A如果小一点 这个是-A T分之一的地方 所以A如果小一点的话 会怎么样 A如果小的是-A分之一 就会大一点 这个是T分之一 我这边 可以写 这是T分之一 这是-A T分之一 这个如果固定 这个A如果越小 这个值就越大 越大是不是就会 比较偏这边 所以你也不需要它 它怎么样 它太小吧 A太小就越往这边走 就不恰当了 所以这个不能够太小 可不可以 所以其实实物上面 都有一些限制 为什么会有 不能太大不能太小 就是我刚刚说设计理念 你希望那个Pole跟Zero 两个组 在整个图看起来 是粘在一起 好不好 这个概念要有 另外有的就是实物 要不你从数学课 没有问题 数学你爱怎么玩 就怎么玩 就是因为我们 毕竟是在工程 你不是在数学系 学到控制系统 你是在电机系 就学到控制系统 所以这个想法 所以像刚刚是选100 选100 那降下来降多少 当然这个 这个有点用Try 那我们看看下一页 如果你Try 这个会怎么样 那当然我们后面 讲说为什么 跑出这个数字出来 如果Try 这个数字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是这样的情况 就不加控制器的时候 是长这个样子 你加了这个0.09T 选30的控制器 它就会变成这样 这个图你第一点看到了 是不是就整个反应变慢了 这个才符合你的sense 如果你设计出来的反应 是变快的 那你一定设计错了 或者你讲错 你根本就用FaceLeat 但是你讲FaceLeat 这个慢下来一定有 高频的东西被你滤掉了 所以它才爬不上来 有高频它就爬得很快了 所以这个make sense 所以这个爬得会比较慢 所以一般讲 FaceLeat的东西 它的反应就会变慢下来 但是它可以overshoot 什么都可以改善掉 所以我刚刚那些数字 这是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加控制器的时候 T等于1 A等于1 这是没有加控制器的时候 那时候overshoot是44.4 这数字还是难看 对华人来讲 这数字比较不好看 后来不是选T等于100 0.125吗 选这数字带进去 overshoot真的有满足 4.9 就在那个边边的地方 那各位都知道 如果假设你这样选择 4.9已经满足了 不要太高兴 对我们来讲 spec满足没错 但是还是有所谓的relative stability relative stability 一般讲game margin face margin 那同样的概念 就这个如果4.9 是不是一点点变化 你就跑到5里面去了 因为规格是5 4.9是不是太边边了一点 所以尽量躲开一点 这是为什么我们开5的时候 我们把它设计得4.3 我们0.707不大概在4.3左右吗 就当然有点点buff在那边 所以这个不恰当 不恰当的话 那我如果把A把它变小一点 只要A A是不能够太小的 A变小一点的确是2.5 会比较好 那你也可以把A 保持住把T变小一点 T变太小反而效果不好 T变太小反而效果不好 好这个是这一组变化的时候 那另外如果50 你调50的话 那把A再小一点 刚刚到0点再小 像刚刚这个30在那边 30跟0.09是4.4% 会比这个4.9来到好一点 那底下当然 如果你选50 0.09这个效果应该会更好 这个地方就有点用Try一点出来 那这个Try最起码 你透过前面分析 要不然你T叉要选多少 你不然乱选一阵 你还有两个参数可以调 到时候选起来会很辛苦 所以有这些姿势的话 你调的范围就变得比较窄 那我再强调这个 基本上还有点Case by Case的状况 来 好 那我从Root Contour 我们现在这个 刚刚的什么 100 什么0点几东西 0.125我刚刚也算出来 那T100是我们直觉 用100 因为我们希望接近Pol 那你为什么不用1000 他刚刚说过 T不能太大 T太大 对我们来讲效果不好 所以T不能够太小 那不能太小 你也不能选100 100是我们的直觉 对不对 因为我们人是活在十位数 十净位 所以你习惯了 不到1就是10 就是100 1000 那外星人他想的不是 他1不行他就想2 2不行他会想4 因为他是二净位 然后我们是十净位 所以不太一样 那我们看 那Root Contour 可以帮我们忙 那我们用Root Contour 来分析的话 就是现在这个系统是长这样子 那不然两个乘在一起 就有A跟T A跟T 两个参数 那整理一下就变成这样 就这个自己去算一下 Cateristic Equation 是这样 所以第一个整理 所以E加T something 这个没问题 那看这个 这个是不是应该要 两个Pol 在这个GMA卡头上面 这个 这边应该有两个圈圈 这边应该有两个圈圈 这一个圈圈 这样可以吧 T大于0 所以当T变化的时候 是不是 轨迹图 因为这里有两个Zero No No Yes No No Yes 所以这个Zero 因为只有两个Pol 另外一个Pol 在吴重远的地方 吴重远从这边过来 这两个Pol 因为这里有两个Zero 所以这一定会往这边走 这个 轨迹图这个 应该无庸置疑 那等到这边来的时候 这边是A要变的 对 你固定T的嘛 举个例子 譬如你这边往这边走 这边往这边走 那这里你看到两个圈圈 不是啦 这里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画的是很仔细 但是 这边是这样 到这个Case 只有一个Zero 是应该这个才是 这个Zero 是前面的这个Reference 这边应该有几个 这边加起来应该是 三个Pol 对不对 S三次方嘛 一个X 一个X 一个X混在这里 再说一遍 这个固定的某个T 是不是一个Pol 一个Pol 一个Pol 一个Pol在这边 也就是说 当你固定了某一个T以后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Pol 还有一个Pol在这边 总共三个Pol 然后是不是一个Zero 这个Zero 如果是前面这个范例 做Reference 所以 一种可能是怎样 这两个往这边走 这个老兄往这边走 这是一种可能 如果你这个Pol 很接近的时候 是不是这两个 会先进来 然后再往这边走 再往这边走 这两种可能都可能 再说一遍 好来 这个无用置疑吧 这个是这个 没问题吧 那再来这个Case 这Case 是不是 当你固定某个T的时候 假设我固定了T 是不是一个Pol 在这里 这样是不是一个Pol 一个Pol 这边应该一个Pol 要三个Pol吧 这是固定某个T 所以是不是有一个Pol 在这边 那你不要被这个Zero 这Zero是这个Zero 所以在这个图里面 应该是没有这个Zero 这个图里面 只有一个Zero 就叫做圆点 就这个而已 所以 三个Pol 一个Zero 也是在这里 接近界没动 那一种可能是 它往这边 它往这边 这个往这边 这是一种可能 那如果你这个Pol 很接近这里的时候 是不是变得 它两个会进来 然后一个往这里 一个往这里 一个往过来 然后这边再去裂开来 这两种可能都有 完全看什么 你这个固定的某个T 这个Pol 有多接近这个圆点 这个我以前学过 这是没问题的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Case 那我来看这个 所以这个说明就是这样 我们再把它说一遍 刚开始这个 这个是T在变 在这个轴上面 A都等于0 这是T在变 固定的某个T 又是A在变 这时候这个T就固定了 这是这个T 但是我们说 如果说这个Pol很接近原点 比如这个例子 如果你那边走走走走走 走到很接近它的话 那么会怎么样 这边我要放大 放大这边这样 各位看 这边往这边走 这边往这边走 T如果选30的话 我刚刚说过 这边两个Pol 这边10轴也要一个Pol 对不对 你看如果T选30的话 会一个轴在-25 一个轴会在0.0476 我刚刚不是应该叫什么 这有三个Pol 对不对 是不是三个Pol 这是不同的T吧 如果T是30的时候 那么这个Pol 就叫做-25.129 这两个Pol呢 叫做 这里 对不对 这下面这个 T30 对 T30 T30是这两个 是不是0.0476 0.0476 0.0476已经很接近原点了 你看它那个 10轴就0.04而已 虚轴就1.82而已 所以它其实也是蛮接近原点 如果我们把T再变 T变了50的话 另外那个10轴变了-25点 也接近了 但是那个变了0.026 是更-稍微-T变大 是更接近原点 对吧 这合理嘛 因为T越大 这个往这边走 这两个Pol一开始就在原点的旁边 所以当你T摆大之后 到时候走向就不是往这边走 而是这两个会绕一个圈圈 然后这里出来 然后再往接近线走 所以你看当我选这个不同的T T选这三个字的时候 它会在这边绕一个圈圈 放大绕一个小圈圈 一个往这边走 一个往这边 往这边跟这碰在一起 会在这边裂开来 会裂到这条直线上面 所以这张图说穿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小圈圈 那只把它放大而已 那放大 有时候对各位来讲 就一时会弄乱 所以它重点就是这样 它到时候T 所以T 这是T固定 在A A就变了 就往这边走 一路往这边走 一路往这边走 真的没有问题 那A等于E 会到这一点 到这两点 这两点就是没有加 控制器的那个时候的点 所以既然 所以你看 这里 三十五十一百 已经很坚定这一块了 所以为什么 刚刚前面T大概选三十五十一百 你说那我不要 我最喜欢选一千 可以啊 你选一千的话 这个会更下面 那只说选一千 可不可以 数学上可以啊 那只说你实物上做的时候 会比较辛苦而已啊 实物上做的 你可能个C会变得很大 对吧 要不然C变得很大 如果C变得很大 如果C变得很小 那R就变得超级大 超级大 会让电流走不了 可能会有问题出来 好 所以这张图说穿的就是 有一种这种的 还有两个小圈圈的 那这个Case 在目前T选的T里面 是这个小圈圈的Case 好 所以这里的三十五十一百 就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这张表里面 会选这些数字 当然你也可以选二十啦 这个是随你啦 这张表的数字 也不是凭空而来的 事实上 它是从RuleCount 2的这边过来的 这样你比较有个谱 那如果从频率域的角度的话 它会怎么样子呢 好 一样我们来设计 看看频率域的情况 先不要讲这说的 红色是没有加控制器的时候 这是Magnetive 这是Phase 因为它是 它是一个Type 1的系统 所以你看看 这里是-90度 这边看不清楚了 只能看自己的讲义了 那这会往下掉 会掉到-180度 我搭高一点 这调整会叫做-80度的地方 那Magnetive的部分是这样 Magnetive 我们知道说 刚开始是这个 那你加PhaseLag 我不是说过吗 它的高频会被拉下来吗 低频没有影响 所以说低频没有影响 高频被你拉下来 高频往下拉 高频往下拉 从这图就看出来 高频往下拉的结果 OmG一定变小 本来的OmG在这里 如果蓝色是你设计好 OmG就被你拉过来了 那你从这个结果 你先不要看那个算 你先看这个东西 你就看得出来 它这个加上控制器 这个就是PhaseM的地方 这就是PhaseM 因为PhaseM是拉最多 那到了高频又是不是 几乎没有影响 低频这边是没有画完 低频没有影响 高频也没有影响 是中间会掉下来 因为你加上PhaseLag 这里应该就是PhaseM 所以我们设计 要增加PhaseMargin 不会设计在这里 在PhaseLag的时候 我们希望 这个掉下来 这个点就是OmG 我们控制器 是不是设计到 OmG等于OmG 这是PhaseLag的设计 对PhaseLag就不能这样设计 你把设计成这样做 那不是残兮兮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会希望设计 因为它前后两个不动 不动我才能用Original 红色线来设计蓝色线 所以我们会设计在这个高频 所以我们解释过 为什么设计在相对的高频的地方 好 如果你设计在高频的地方 那一样 所以这个概念 是不是跟PI控制器 是一样的 PI控制器也是设计在高频的地方 对 那如果规格开 规格开45度 45度 我来看这个45度 如果这个45度的话 对原先这个红色线来讲 如果你要开45度 就是Face要45 相当于说你的相角 要在-135度的地方 所以去抓那个-135度的地方 大概这个 这时候的Omega G' 就叫25 你注意看这里 就是这个 各位看 45度角的Face Margin 所以应该在-135度的地方 相角 这是-150 -140 -135 大概在差不多 在这里多一点的地方 所以在130到140之间 这边 大概就是在25 所以这个Omega G' 是不是就是25 因为这个会贡献45度角的Face Margin 所以 这是根据规格 规格 规格说你希望 如果这个规格开始开60度 这边如果开60度的话 这边就应该是30度 所以你要找-150的那个地方 这个没问题 所以我假如说现在是45度 所以这边要找135 如果这边是60 你就要去找那个 所以很明显 如果这次更高 就Face要往那边找 频率要往那边找 好 所以应该找25的地方 也就是这个Case 这张图 在你没有加控制器的时候 没有加控制器这边弄起来 应该是这个 这个Face Margin 就28度而已 这条线 蓝色线 这个是对应着 红色线是对应拉过来 红色线是没有加控制器的 那这边 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一个Omega G 对不对 Omega G 拉下来 这时候Face Margin就28度 没有满足我45度 如果原来就已经满足 那就不用玩了 但你每一家控制器就28度 规格45度不够 所以必须要往这边走 所以必须把这个Case 往下拉 如果规格开45度 那我发觉说 我应该找Omega G 我再说一下 光是这个的时候 它的Omega G 等于就是这个数字 这里没有标记出来 这个叫做Omega G 这是我们建议的Omega G 这是我们建议的 后来发觉这个不好 我先说我们建议的Omega G 所以到目前为止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两个乘在一起 变成0dB 这样才会变成Omega G 这里可以写Omega G 是因为这两个乘以来是0dB 这样就可以吗 所以我就要找Omega G 是在25的地方 但是为什么 这本书 郭先生 他后来为什么选成这样 他选了Omega G 他为什么选20 而不是选25 这是对的 就是对你设计来讲 你选20 当然你说我可不可以不选20 因为你说我的Lucky7 你的LuckyNumber是21 你选21可不可以 可以 或者说你跟人家都不一样 你的LuckyNumber是直数 你要选19 或者要选17 或选23 随便你 你跟别人与众不同也OK 好来 但是你一定不会选 这是25 你一定不会选27 28 29 你会选25再小 原因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加上FaceLag 整个整体的项角是往下拉的 只是在高频的部分 只下加一点点 这样对不对 这是实物 这是实际的状况 它并没有完全match 完全match 你选25是对的 但是并没有 实际的状况 这条红色线 因为被你再拉低一点点 如果被你拉低一点点 25是不会满足 因为它会被你拉低一点 所以你当初选的时候 就不能选45度 要选再高一点 让它可以拉下来 我再说一遍 因为FaceLag的关系 它是从头到尾 向脚都是负的 只是因为我把它设计在高频的部分 它拉的部分就一点点而已 但是它毕竟还是往下拉的 对不对 所以我如果要补偿 但这个真的是可以0dB 刚才选45度 就变得不够 应该怎么 比如说选50度 再高一点 你这个选高一点 所以刚好有补偿 往下拉的误差出来 所以你要往 你这个FaceMarket要稍微拉高一点 那以这个Case来讲 向脚一路往下掉 要拉高一点 是不是频率要往这边缩一点 要缩多少 没有人缩了 它是缩20 你说你不喜欢20 你要15 随便你 你能够倒退 你还是要微调 你如果选太小 跑到这边来 你误差就大了 所以一般来说 既然你这边认为是可以的话 也不要变化太多了 25你喜欢20 有人喜欢选20 二三随便你 因为这个最后都要再微调一次 所以这个20是这样子来的 这样可以吗 我是每一个设计的理念 我都告诉各位 但是当我把题目改了 当然每个做法都不一样 所以对各位来讲 你要抓住这些key points 其他东西你要透过练习 选了20以后呢 它就算起来 20把它拉上去的时候 20把它拉起来 大概要在 就这里 如果这边选20 这个原先要在11.7dB 11.7dB 所以我控制器设计上面的时候 我要拉下来 往下拉11.7dB 所以A A往下拉的部分 你看那个 我今天一开始上课 不是讲那个 它往下 高频拉下 拉20个Log A 它往下拉 是拉20个Log A 跟那个飞食力不一样 飞食力我们是设计在中间的地方 对不对 中间 Omega M 它增加的那个 Magnitude 是10倍的Log A 现在我们的设计设计下高频 高频拉下降价是20个Log A 所以20个Log A 应该要17.1dB 所以对应的A应该是0.26 所以把倒推回来 A应该是0.26 所以因为我要降20dB 20个Log A 20Log A 等于11.7a 就是0.26 好 那另外就是说 这个 跟这个 我们希望落在 这个Omega G 因为这个是T分之一个A 我现在要算T 对不对 所以这个记不记得 我们以前在讲PI的时候 我希望这个跟这个距离是10倍 10倍代表说 这个跟它就距离很远了 我让Zero在这边 Pol在这边 那这个跟Omega G很远的话 是不是这个的选择 Omega G 就会比较正确一点 要不然如果这两个很接近 Omega G 就会影响 所以这个10倍就跟PI 通知的设计一样 我希望距离差不多10倍 就忽略不计 所以这是Zero的位置 希望落在这个 大概10倍的位置 Omega G 是在Zero 10倍远的地方 所以这个设计起来 Omega G 如果选20这个量2 所以这时候你算起来 T要是1.9 这个跟我们前面 Title面算起来 都不太一样 刚刚Title面算起来的 A是0.125 那个附近 T的话大概是150 30 20这样 这边算起来 T就1.9 顾名思义 各位看到 这个Overshoot就很烂 这Overshoot就24.5 所以这里你满足了 这个Face Margin 但这不会满足Overshoot 这是设计上常常碰到 就是顺的孤意 逆的扫意 一般都会这样 你要全部都要OK的话 就要Compromise 所以你在设计这个过程 所以一般你看到 控制设计师 如果说他设计了很好的人 多半他的人生 都会比较妥协一点 因为公公婆婆太多了 你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你一定要妥协 才能够找到最好的方式出来 所以很明显这不行 那我给你提醒一下 郭先生在设计这个时候 他一开始都用这样的范例跟你讲说 这是一套单独设计 选A跟T的方式 纯粹从频率域的角度来看 那前面的Case 也要找A跟T 那个纯粹从Titlement的Spec 来看 所以是Titlement做出一个Spec Titlement做出一个Spec 就算出来了 到了这里来之后 我们算了A跟T 两个是并没有Compromise 所以也就是说对各位来说 你前面都已经设计完了 不要把它浪费掉 因为你前面设计完了 那边重新又设计 就一定会把前面那个 又补合了 那所以前面的参考 那些数值 反而是应该你的参考值 所以你看它24.9 这不能用 对不对 不能用顾名思义 我要把这个原来 Geggy Space Margin 再拉高 再拉高拉到这边来 就要把这个再往这边走 所以你看它的数字 你看这个数字 这个是如果刚开始 我们设计用45度角 这是我希望的 对不对 那刚刚我用45度角去规划 我们设计起来 大概是0.26 T是1.92 923 那这个有没有满足我的要求 有哦 你看它的Face Margin真的满足了 真的算出来 Face Margin在46 的确是满足了 但它的Overshoot 我觉得是24.5 所以这个就不适合 不适合 那这边的这个Table18 那我把这个45度 我把这个 规格就是45度 没错啦 我设计也是 但我还是规格45度 但我内部自己设计的 我把它设计到60 可以吧 60还是满足45 我再想想 假设这次考试 我说 请你设计Face Margin 45度 但是只有你设计到这个80度 你还是对大 而且你很厉害 这边说如果希望是在60度来设计的话 那这时候的A跟T 两个又不太一样 那做法跟刚刚的做法都一样 所以不同的Face Margin 不同的做法 做起来的结果 你发现说 这个通通没有办法满足我的Overshoot 是有降下来 没错啦 但是是没有达到我的需求 没有达到我的需求 那我看看 为什么没有达到我们的需求 以这边来说的话 以这边这个设计来讲 是不是T就越变越大 这本来是1.293 1.293 不符合是make sense 因为我们希望那个Pow 那个Face Leg 那个Pow是接近圆点 接近圆点的话T要大 这个1.923是怎样 T1.923是距离 那个Pow比较远的 所以这个不符合你的要求 这是理所当然 所以这组是一定不行的 所以往这边走的话 效果会稍微好一点是没有错 但这一定有问题 因为这两个是一对的嘛 这两个是一对的嘛 所以你设计起来就会说 你这个变大 这个是跟着变小 没错啦 但是看起来似乎不够好 所以这个如果往这边走的话 是有这个趋势没错 那这时候讲 那刚刚普吉林设计了一个 叫什么30跟0.09 那把哪一组拿来试试看会怎样 所以如果你用这个30 这个30 这边看起来这个都不够大嘛 所以我刚刚那个Title面设计 30够大 这个已经到了0.1了嘛 对不对 这是不是已经到0.1了 跟前面的0.1是不是make sense 所以你第一个直觉 我会猜说 那如果0.1用30去试试看 因为0.1跟30 在Title面的Spec 已经满足了嘛 好了我再说一遍 这里看起来是不是都很痛苦 但这个 这个往这边走的趋势是对的啦 因为T应该要变大一点嘛 那看起来似乎不够大嘛 那对这边来讲是因为 A要配合AT固定的话 这层上就不是0的位置嘛 所以表示这两个看起来是不够远 好不够远 来 我们可以看嘛 说 A分之一是不是就是 Paul跟Zero的距离的倍数 Paul在T分之一嘛 Zero在AT分之一嘛 所以A分之一是不是就是 两个距离的倍数 所以你看这个 0.26 算0.25 是不是差4倍 所以这个Paul跟Zero 是不是差4倍 那以这个来说 是不是间隔 是不是差10倍 那这个的话 当然这个间隔会再远一点 那我刚刚说过 Paul跟Zero 两个间隔的远跟近 事实上对我们的影响 不是那么大 而是要你的relative 来讲是多少 这个如果选10的话 它导数是0.1嘛 那这个 这两乘以来1嘛 所以这个 0.1乘10 是不是1 所以那个Zero 是不是在-1的地方 你知道这个间银线 刚刚不知道在-11 或-12左右而已 你那个1的话 是不是距离蛮近的 我再说一遍 我刚刚不是这样子吗 是不是这样 你能够画出这样的图出来 而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是这两组 对整合over来讲 要忽略不计 对不对 如果你选这一组 是不是这个在0.1 那这个 at两个 这是-at分之1嘛 这两条 这个是在-1 这个是-2 这个 这个刚刚是在-11多而已嘛 -1跟-11多 是不是就比较近了 如果你选了这个 会更糟糕啊 所以说这个不满足 事实上也都make sense 你的轨迹图 按照这样选 你很可能会变成 不见得是走进来 应该可能往这边走 你知道 所以说 所以这里看起来 不make sense合理 所以你看了图18 你应该得到一个结论 不要放弃你在 当初已经做出来的东西 当初做出来的 你试试看它的face margin 是多少 已经做过了嘛 对 以这个case来说 如果你把这个带进去 你刚刚做这个东西 它的overshoot在4.5% 是满足我的需求 你把这个带进去 它的face margin 其实已经OK了 它是67度了 对这一题来讲 我们刚刚的做是白做的 你这段做的其实是白做的 那这我给你提醒 前面 tile domain的spec 已经做完的时候 不要去把它放弃了 你先把你tile domain 算出来的a跟t 带进来看看 效果会有 如果已经满足就OK了 像这个case已经满足了 除非你觉得这个数字 你不够漂亮想要再调 以这个来说你看 如果你选30跟0.1 都已经OK了 如果你把t再变小一点 t变小一点 这还是0.1t变小一点 那overshoot会降下来 那face margin 这个没怎么差 67 66.9大概67 因为这说 你规格就45度而已 所以这一题法应该是说 如果我把spec改一下 如果把spec改一下 假设我现在spec要求 你要80度 这时候你可能就要花一些功夫 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 各位可不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把这个规格改了 这个给你45度这件事情是不用做的 为什么要再讲一遍 是希望跟你讲说 以前做的东西不要把它放弃掉 如果你做的东西 会变成虚功出来 但是也是介绍一下 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或者你自己用低一点 比如你改成70度也可以 反正 你不要让郭先生帮你做好 你自己挑战一下你自己 郭先生做的东西大概都60几度 那你可以写的 我要70度 那你有没有办法去找得到 你要的东西出来 那设计理念就好 那我刚刚设计的几个理念去做 三接的部分 我想就让你自己去玩一玩 那这个地方 你加到FaceLag 你这个Relative Stability 刚刚FaceMounting是可以增加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平光会掉下来 这个没问题了 二跟三也没有问题 那这个Robustness 是根据刚刚那个Sensitivity 就Sensitivity Sensitivity会稍微掉下来 它都是有Bandwidth掉下来 这个我解释一下 这张图 你不能当作真正这个FaceLag图 我们会去替代换掉一张图 但它的趋势的确是长这个样子 那你看看 我们如果按照这个趋势来看 各位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讲Sensitivity 就是这样 当时算出来是长这个样子 就S 当时讲Sensitivity 是长这个样子 那各位看一下 什么叫做平宽 平宽意思是不是 我们把这几个观念东西 平宽意思是说 如果大于那个频率以后 那个Magnitude就掉下来 那Idea当时掉得很小很小 平宽就让你不要过去的意思 你懂我意思吗 那如果你的平宽 在平宽之内的话 一般的讯号就比较多可以过去 那过去一般就是说更好二分之一 对不对 我们定义一般就是说更好二分之一 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观念是这样 如果你的bandwidth变窄 变窄的话 是不是某一个高频 就来比较 原先有某一个高频 跟你像这个高频 就这个高频 更容易让这个Magnitude往下掉 就是我的说法 这个平宽如果变小 这是更容易趋近于零 平宽如果变窄的话 就这个 Omega如果大于bandwidth的时候 Omega如果大于bandwidth的话 这个当然是变成零 这没问题了 但平宽的变窄 是不是同样的一个频率 你用FaceLag的话 它更容易变成零 你用其他不容易变成零 这个你了解我意思吗 平宽变窄 是不是这个可以通过的频率 就变少了 那是不是固定了某一个高频 相对其他来讲 同样的高频 这个东西它应该平宽比较窄 它比较不容易过去 而别人可能比较容易过去 所以它如果比较不容易过去的话 是不是这个值会 比较容易趋近于零 这比较小 比较小是不是这个Omega会接近一 接近一是不是看的图 就像这样一个图 一是不是就0dB的意思 一嘛 那你知道对Sensitivity来讲 是不是希望说这个东西越小越好 对吧 所以你这个对高频来讲 它的Sensitivity就不够好 所以它的Robinus 会比较小 所以说更Sensitivity 是因为它对高频的反应来讲 它可能会更敏感 我再说一下 高频 你说不对啊 高频不是频率都被有滤掉 第一个它不会完全滤掉 第二个变动东西不是变动频率 是变动里面的参数 是G的参数据变化 这些变化对高频比较敏感 高频信号的敌对是被压抑 但它还是有存在 所以对它也会比较不好 所以它对低频式效果应该还是一样 所以这里讲的 Sensitivity 是Relative to Higher Frequency 那当然 如果你FaceLeg 你也是可以设计FaceLeg FaceLeg 那设计方法都跟我们刚刚说的一样 就是 如果你刚刚设计假无觉率 比如你规格开70度 FaceLeg怎么做都不好 你怎么做都只能到这样子而已 你怎么做都只能到60几度 怎么办 是不是要再加一个FaceLeg 也可以 或者你再加一个FaceLeg 或者你加一个FaceLeg 那我跟你说 我的经验 我们一般FaceLeg不会加两集 FaceLeg有机会加两集 因为我要冲快一点 FaceLeg加两集的话 系统反应会超级慢 所以我一般讲 FaceLeg如果设计不够OK FaceLeg的好处是 很多高频的杂讯 可以被你滤掉 但是如果说效果 你一集FaceLeg做不到 一般我自己的经验 还有你去看人家相关的设计 大概都会加一个FaceLeg 很少会加两集的FaceLeg 所以如果有Leg 我们现在要Leg 这个Controller FaceLeg就会把速度再拉高一点点 以这个Case上 刚刚选了 他可以加另外一组 另外一组 刚刚A度T度已经选有了 所以他选了这一组 这一组设计 你要再去设计一次 他设计起来 用FaceLeg来讲 Overshoot就变得很小了 FaceMargin也有达到的要求 就远到81度 如果你设计是要80度 你就可以选这一组 可以吧 既然还有一个FaceLeg 所以对各位来讲 其实你可以回过头 FaceMargin给自己定一个规格 然后你用各种方式 你用FaceLeg设计 用FaceLeg去设计 FaceLeg去设计 看看效果会怎么样 或者说两组FaceLeg 对各位来讲 你如果要跟他自己的练习机会 应该自己给自己出题 不用等我给你出题 等我给你出题 等我给你出题之后有压力 因为只要我出题的 你的动机就是我要抄别人的 但你自己给自己出题 就没得抄了 你就会自己去练习看看 好 所以这是一个FaceLeg的方式 那这个细节 我没有再说是因为 这都是要去摆穿 去碰 这个课堂上没办法讲 但我说设计的理念是这样的 就是Leg不行的时候 再加一几 你可以加一几进去 甚至你说 为什么我Leg一定要加Leg 我可不可以加个PT控制器 Why not? 没有人限制你 就你不要把自己限制 FaceLeg 就要配FaceLeg 或者都要Face什么的 没有啊 你FaceLeg也可以配个PT控制器 没有人说不行 好 好 这个是那个 所做出来的 这是两集的Leg FaceLeg 还有一个FaceLeg 来 所以各位看得出来 这个Leg就会比较慢 这一组是Leg 一集的 一集的 那如果你加上两集的FaceLeg 那当然很夸张 这个之前有设计过 它爬得非常快 Leg会比较compromise Leg是两个比较折中一点的一个做法 所以一般我就设计给这样的东西出来 请问可以吗 但这都是可以而已 你要有Sense 我跟你讲说 你一定要去做一遍 所以今天先上到这里 再强调一下 建议各位给自己出个小题目 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去做看看 你不要完全相信郭先生所有的东西 这个你只能看到趋势 自己是不是这样的 完全这么漂亮的波及 每个Case都不一样 也会有点好 我看你为什么要得来 这里是一会儿 都是一会儿 每个CaseBaseLeg 我说你这种可能性 你会有一个 你会有一个